台湾今天只有新增一名本土的确诊个案 是先前确诊的台师大学生的同寝室室友 由于两人确诊已经达到停课的标准 台师大就表示已经从本周起开始实施两周远距教学 时间好起升学二阶段针士也会改为书面审查 而指挥中心也已经匡列接触者 并持续的进行疫调追查案322的感染源 周四台湾只新增一个本土确诊案380 就是先前确诊的台师大学生案322的同寝室友 陈时中指出两个人的接触者总共有448人 那裁减24人其中一人阳性就刚刚讲的这380的案子 那20人为阴性那30人还在检验中 那此外卫生单位已针对322及380的校园及宿舍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毒 在指挥中心宣布新增确诊案例后 台师大随即出面表示 按322确诊后 学校已经决定从6号起全面实施远距授课 4月1号的时候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要全面实施这个远距的授课 那所以在清明年假以后那4月6日开始到4月17日 那本校实施两周的远距的授课 我们停了实体的课程 但是远距呢我们学生还是不停学 还是要继续的学习继续的授课 台师大成为台湾首监停课大学 为了将所有群聚感染减到最少 学校也决定个人申请入学的第二阶段征试 全面改为书面审查 4月17日18开始这个周末呢 我们有大学入学申请的第二阶段的一个口试跟面试 那我们也依照联招会的紧急应变机制呢 我们跟也报警教育部同意跟联招会也协调 那我们全面改为书审 对于台师大的新增个案 指挥中心表示 案322的室友都被列为家庭密切接触者 因此都有裁减 随着疫调的进展 匡列人数会增加 不过需要居家隔离及裁减的人数变化不大 需要自主健康管理的会由卫生单位关怀 新产人亚太电视黄蓝简黄英灵 他们特别报道